各位網友,這條片是講兩個現象, 一個是講大陸的傳媒有些暗中造反的傾向, 此起彼伏,講大陸人民如何慘法,這個就是很罕有的現象,而且不是一家獨一的報紙或者雜誌做的事情, 然後又會作出某種呼籲,就是說政府最好就不放手管, 第二個現象就是,這條片是講農民工的慘況, 看完真是於我心有戚戚言,大家訂了這個年糕沒有? 就是大廚系列的瑤柱蝦米蘿蔔糕,這個出名好吃的了, 這個就是用大廚的臘腸做的,臘味芋頭糕,椰汁年糕,今年新的馬拉芋汁,半塘馬蹄糕, 大家快點訂,新鮮訂做,到時候你就是2月1日到2月9日來拿的, 買任何的賀年糕點,都送陶大蒸魚豉油兩支, 三合浩年糕點就可以送一個紅燒吉品包,值69元的,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2022年, 中國入城城務工的農民總數, 2億9562萬人, 這些農民工3億人, 中國14億人在城鄉居住,大概是8億人, 加上3億農民工就11億, 農村剩下2、3億人, 這些大部份都是老人和小孩子, 由於經濟下滑,內需萎縮, 很多打不到工的農民工, 找不到工作做,多慘, 首先是誰說的呢, 網易,8號上一部紀錄片, 叫做如此打工30年, 大家看到去到經濟狀況這樣, 那些新聞界始終覺得有一個責任, 為人民出聲, 就好像彭德懷說, 我為人民古語夫, 記錄中國底層勞動人民的真實面貌, 上架翌日封禁, 已經看不到這部片, 這個短片標題, 同2023年7月, 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一篇文章同名, 先講一篇文章, 原文是引述了安徽師範大學副教授仇鳳仙, 所做的一項社會學研究, 安徽師範大學, 第一代農民工入城打工30年, 帶著一身病痛, 沒辦法退休, 養老進行困境, 成為了一代被遺忘, 很悲慘的人, 影片透露合肥農工生存實錄, 這個是實錄, 有紀錄片, 每天早上4點, 在合肥, 周局對勞夢市場, 就逼了農民工在這裏, 他們平均已經55歲, 為什麼55歲? 為什麼55歲? 因為55歲以上就不可以打地盤工, 這個政府的規例, 於是他們就打來這些就業市場, 找一些日工做, 大多數有很大經濟壓力, 要養一家人, 這些人沒有能力, 只能夠做苦力, 靠埋勞動力, 影片以多位中高零農民工作典型人物, 找不到工作做, 蹲在路邊, 等人請, 一有僱主, 一入就通常都會看到這些情況, 以前香港在什麼那裏都有, 香港在修盾球場那裏都有, 但現在沒有, 修盾球場, 伊尼斯道那裏, 一有僱主上門, 找苦工, 日工, 最後我會講一個聖經故事給大家聽, 這個聖經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一日開出的價錢, 都是少於200元, 為了搶工作, 有時候, 你為什麼要搶我的工作? 大家打量一下, 有人被人騙了, 奔波一片, 發現是白亡一場, 這些農民工捨不得用錢吃東西, 吃那些店家發放的愛心大鑊菜,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免費的, 還是收少許錢, 這樣也好, 有些人做這些, 要不然就要捱我, 有人連一年380元的醫保都給不起, 這個是三十幾元一個月, 那就是, 如果有病就麻煩了, 甚至同鄉好友為了搶工作, 發生鬧交, 互相搶工作, 結果工錢越來越低, 這一段聚焦底層農民工的生存紀錄片, 8號, 在Bilibili播出, 結果全網封殺, 因為相關法律不准做, 這些網友在網易新聞B站出現了無法關注, 其他B站也都被清理, 不准關注, 為什麼要關注, 為什麼要關注, 第一財經, 又10號出第二篇, 凌晨路邊等活的農民工, 那個就是合肥, 這個就是河南鄭州, 最大的樓灣勞務市場, 第一財經是國有獨資上海文化廣播集團有限公司, 這個是和TVB的股東, 是一樣的, 上海文化廣播集團, 這間正統的官媒近日發表疑似北京當局不同調的文章, 這些開始出一些怪聲, 上山容易下山難, 10月25日, 由需求側看經濟, 引用回早幾年北施大, 李克強講過的話, 中國越入少過2000元的, 是有9.64億人, 9.64億人, 一個月的disposable income是少過2000元, 2000元是, 你這樣計算的, 如果兩夫妻就4000元, 就可以生存到, 少過這條數是困難的, 1月3日到9日, 第一財經又發表, 對民營經濟最好的承諾就是放手放權, 你最好不要管, 法治經濟才是最好的市場經濟, 但是不停出這些, 好了, 講回那篇文章, 文章講凌晨四五點, 在鄭州鄭新路, 和雨通路, 的牢牧市場, 烏央, 烏央站, 站滿了人, 那些人戴著安全帽, 黃宗和另外幾個同鄉一起住, 一個月100元房租, 這麼便宜? 我想那些房租是700-800元, 無論如何都要, 五、六個人一起住, 睡在地鋪, 凌晨4點, 你做早上工通常8點開始, 你4點去等工, 在等夜做的張宗, 一直在寒風中站到下午6點, 都找不到工作, 現在我伸了多少錢, 他數了這些錢出來, 有87個一毫二, 如果明天還找不到工作, 就沒有錢吃飯, 其實當日不是沒有工作, 張宗本來已經逼上了一輛車, 後來聽見做什麼, 這份工, 是在建的樓盤, 外面做外場保溫, 幫忙遞一些東西, 出去貼一場保溫, 然後加一層上去, 33層高的樓, 要站在一個吊藍裡面, 和工人遞外圍保溫用的顏面板, 很薄的,很輕的顏面板, 保溫很好, 站在三十幾層樓外面的吊藍, 這些東西, 這麼冷的天氣, 這麼高, 跌了下來, 不死都是殘廢, 所以他不敢冒這個險, 下車, 他沒有去到, 那輛麵包車, 坐滿了其他人, 你不做其他人做, 走了, 今年很多工地同工, 但是農民工, 是找工作做的淡貴, 每日都有五六千人來找工作, 這些, 為什麼不去工地做長期工呢, 這個又未夠五十五歲, 去工地被人拖工資, 一年前, 他因為相信一個工頭, 拖了少半年, 兩萬幾元, 到現在都拿不回來, 好, 很多在這裏工作的人都試過, 你做長期工就斷個月出, 沒錢了,拖一拖, 拖一拖一下, 就拖了幾萬元出來, 2023年, 上半年, 他賺到錢的, 有三萬多元, 也挺多, 有三四千元一個月, 本來想過年回鄉做小生意, 結果八月, 他爸爸中風, 腦梗, 用的錢都花光, 來鄭州做了二十幾年, 我想你一年做到幾萬, 做到百多萬, 從年輕做到現在, 年輕的時候, 拿老婆, 採禮, 買房, 那時候房子很便宜, 十幾萬, 買車, 還有兩個小孩子的開銷, 這錢都花光了, 第二個老爪, 來自雙休, 十元一日, 住在板房裏面, 十元一日, 都300元一個月, 一個星期找不到工作, 他現在在附近, 準備在附近的快遞, 簡貨站上夜班, 一萬一百三十元, 是不是日日有得做呢, 如果日日有得做呢, 做二十六日, 你當你七日休息一日, 都有三千元, 都有三千幾元, 一日一百三十元, 聽見就笑, 如果往年這麼低工資不肯做, 即使是今年, 一百三十元一日, 都找不到, 往年, 好像鋼筋, 蕭罕, 木工, 這些技術工, 工地開三百五十元一日, 一個月可以賺一萬元, 你未必開足的, 八九千, 香港這些工人, 做最貴的就是做釘板, 然後就是紮鐵, 然後就是搭帕, 香港是三千幾元一日, 現在工價跌到180元, 做這麼辛苦的事情, 到了晚上, 夜色漸深, 那些農民工出去做事的那些回來了, 找不到工作, 不忍心離開, 希望有夜班, 如果往年這麼冷, 早就回家過年了, 現在不止他自己沒有走, 其他人都走不到, 因為手套沒有錢, 一些無聊的人, 乾脆, 三五成群, 打下牌, 苦中作樂, 一邊希望繼續等有工做, 錯過了日頭的班, 就想夜晚, 這個就是, 他終於頂不住了, 這個張忠, 身上肚子又餓, 身上又痛, 沒辦法再做夜班, 現在工地幹了幾十年體力活的, 他一彎低身, 就覺得整個身體好像散了一樣, 他有一些陀背, 有一些滿山, 在月色入面, 你看到他的背影, 一步步走回去那間, 和公有合租的房間, 他不想講自己回家過年的話題, 他一面期待著, 能夠趕緊, 找些事情做, 又想春節賺多點錢, 又想回家見老婆子女, 很久沒有斷緣, 這個是一個出名的研究, 安徽師範教授, 這個副教授仇鳳仙, 他自己都是農民工的子女, 所以他很擔心這些人, 他發了2500份問卷, 訪問了200個人, 知道第一代農民工老去怎樣維生, 接受條言的人, 一半人打工超過20年, 但是超過一半人的存款不夠5萬元, 某位受訪一年, 今年的支出怎樣呢, 外出勞務收入有4萬元, 這個不錯, 存到4萬元, 除了支出之外, 就是家裡的農田收入有2萬元, 家裡養東西有1萬元, 今年收入有7萬元, 這個人不錯, 一個月有6000元, 結果他小女兒的學費要花2萬元, 這個這麼貴, 應該讀大學, 大兒子結婚15萬元, 蓋房子, 蓋房子, 15萬元, 要花32萬元, 其他那25萬元就借了, 受訪者身體問題, 35%曾經參加過體檢, 即65%沒有體檢, 11.8%去過大醫院看病, 即是88.2%未曾去過大醫院看病, 在做工的地方, 看醫生, 零次沒有看過醫生的, 63.4%, 有病忍住的58%, 1月6號, 總裁簡報發佈一段7分鐘的視頻, 記錄了深圳龍華和平路的現況, 這條曾經繁榮的街上, 周地都是無家可歸的露宿者, 這些露宿者, 和美國的露宿者不同, 美國的露宿者不是走鬼就是引君子, 而這些是新勞的勞動者, 因為經濟困境, 沒有錢租房住, 被逼流到街頭, 網友說, 深圳看上去是人工市場, 有很多外來打工的人找工作, 沒有錢住旅館就睡街, 由此看上來沒有香港, 深圳什麼都不是, 沒有了美英, 香港什麼都不是, 現在搞死了香港, 強國所謂的改革開放, 當時四個特區, 只有一個發達就是深圳, 深圳珠海汕頭下門, 一個發達, 深圳, 就是因為靠著香港, 今天深圳的衰敗就是香港的導演, 大家看看這些多慘, 我看見真是飆眼淚, 接受採訪的農民工, 年輕的時候托東西, 一大包100斤, 托一個賺10元, 一天托十幾二十個, 哦, 這樣, 這個10元, 譬如一天賺到200元, 經常咬到腰, 痛到飆冷寒, 他今年54歲, 站不直, 手臂舉不高, 肌肉勞損, 領個受採訪的人, 做產水泥, 早夜都接單, 水泥搞到他咳, 這個叫什麼? 肺沉積, 那些微細胞進去, 肺沉積, 塞了肺, 呼吸不到氣, 沒有去看病, 沒有請假, 喬喬就做了, 結果越咳越厲害, 肺氣做, 第一代農工, 城市留下給他們最深的痕跡, 就是健康問題, 結果一身傷病回到農村, 回到起點, 但是農村已經不是往日的農村, 熬了三十幾年, 經過問卷和訪談, 絕大多數農民, 這些是什麼人呢, 初中都未讀完的, 83.8% 有什麼可能初中都未讀完, 九年免費教育, 應該是強制教育, 就是你不讀要拘捕你, 好像香港那樣, 什麼技術都沒有學過, 家裏窮到沒有錢, 支持他在城裡擺地攤, 也沒有人物, 好了, 熬完一輩子, 他們希望改造他們下一代的命運, 結果怎樣呢, 農民工的兒子, 一樣是初中, 高中就絕學了, 讀到大學的只有20%, 三分二的小孩子, 變成了下一代的農民工, 能夠入到黨政機構事業單位的, 只有5.1%爬上去, 這個就是黨政單位, 自己創業的2.9%, 就是你有20%進入大學, 10%的生活就會改善了, 10%就爬上去, 八成, 依然 世世代代是農民工, 好像奴隸一樣, 講到我飆眼淚一段, 最後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這個耶穌基督說的, 有一個人, 有一個農田主人, 他走去勞工市場, 一早叫人做事, 他說給10個銅幣, 結果請了一些人去, 然後12點進去, 3點進去, 5點, 做兩個小時日落, 又請了一批人, 最後他叫那些人排隊, 出糧給人, 越遲來那些就排在前面, 於是5點那些排在前面, 後面3點, 然後12點, 10點, 他每一來, 那些排在最前面那些, 5點才來那些, 給10個銅幣, 後面那些以為我做早這麼多, 是不是應該多些銅幣, 結果不是, 他每個都給10個銅幣, 那些人就吵了, 喂, 你這麼不公平, 我們這麼早做的就是10個銅幣, 那個這麼遲來的就是10個銅幣, 耶穌基督跟他說, 我有沒有給少到你, 我是不是答應給多少你, 就給多少你, 那你有什麼好抱怨呢, 我喜歡給多些那些人, 可以嗎, 這句說話是影響我很心願的, Jesus Christ說,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last will be the first, and the first last, 上天堂不是因為你的善行做了多久, 是在主的慈悲, 就是我們不管人做多勤力或者多懶, 我們這個社會就做了神要做的事, 這個是我的主張, 就是每個人都應該由政府, 公眾, 給予有尊嚴的生活, 保障他有尊嚴的生活, 這段講到這裡, 好了, 有個好消息告訴大家, 早一陣子我們就賣了NMN, 很多人熱烈支持, 我看到最少的賣了一瓶, 最多的真的有人賣了六瓶, 由我們開始買, 一直到1月31日, 你累積買到六瓶的話, 就立即送東西給你, 我們這個NMN, 就是修身堂出的, 除了NMN, 還有白奴會順, 以及PQQ, 賣1,200多元, 街上就最便宜了, 還送到你家裏, 你再搭其他東西買, 這段時期, 如果你買到六瓶以上, 哦, 立即送給你, 如果你已經買了六瓶, 我解釋給大家, 這個累積, 你什麼都不用做, 就等收我們的短訊, 如果你買了五瓶, 只要買多一瓶, 就送給你, 那你遲早都要吃, 譬如你買了四瓶, 你買多兩瓶, 我就立即送給你, 一路去到1月31日, 送什麼東西呢, 厲害了, 接下來的短訊你可以選, 一是韓國KFood的茶安酸, 紅心卒取液兩盒, 這個是獨立包裝, 30個獨立包裝, 是那些韓劇很喜歡吃的東西, 那些青年人吃的, 一會增加你的活力, 一盒裏面有30個獨立包裝, 每次來都賣光的, 順速賣光, 我們推廣這個, 價值996元, 你買一塊五盒就, 無條件送給你, 照價值, 無條件送給你, 紅心保而不躁, 現在冬天吃最好, 就是提升他的呼吸度, 你又可以選松草大王, 松草CS4兩盒, 價值856元, 近期很多人都有呼吸度疾病, 吃了這個就顧本培餘, 你可以選紅心或者松草, 這麼好的優惠不要錯過了, 快點買了, 換領會由客戶服務部, 你一買夠6個, 他就會發短訊通知, 拿貨日期2024年2月1日至9日, 去我們拿, 或者你買其他東西會送給你的, 每個會員可以換領優惠贈品一次, 他說要去門市自取, 人超會繼續守護大家的健康, 努力找更好的保健產品給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